因为酒,阿里摊上事儿了,小酌一情多喝伤身,乱喝可是要出大事儿的,欢迎观众来看,为你解读天下新闻 近日阿里员工控诉被迫陪酒后遭到领导性侵,这件事儿听着就让人气愤 这酒啊本来是放松身心的消遣品,但现在却成了一种有特殊目的的工具 尤其对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,喝酒就成了一场灾难 喝酒可以,但不能乱喝,中国酒文化渊远流长,多少文人莫克,把酒言欢,无酒不辞 但劝酒,灌酒,这绝对不是酒文化,对那种酒后撒疯干坏事儿的 人家律师说了,不光灌酒的要负法律责任,你要是不管呀,很可能就算是共犯 所以如果有人劝酒该怎么办呀 来妹妹,多喝一杯 喝不了了,喝不了了 你瞧不起,吃饿是哪的 真喝不了了 来来来来,喝一口,喝一口 记住了吗,迫不得已的时候,该拒绝就得拒绝,该出手时就出手 总之,亲朋相聚,咱可以熏尽欢,但别有用心喝酒,咱还是悠着点吧